上一次,牧师跟你讲什么? 上一次牧师跟你讲什么? 不是说犹太人了,对弥撒亚的来源,对耶稣的降生,哇,一点兴趣都没有 甚至可以说是,喜马,马路不仁 他们没有像大伯博士开始往佛里面去寻找救主,也就是主基督 那么我也跟你说呢,敬拜神要有情绪,他很情绪 在外面的人都会有情绪,把我做钱给哟,没有人都会有情绪 把我做钱给哟,把我笑的哟,你要,敬拜神要有情绪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网友就好,因为诗篇,他在诗篇读和写诗篇 他为什么圣诞的随随便便都几百年流传,流行歌曲啊,我愿不愿称,从外已经不出 已经不流行的了,以上了 我昨天才,呃,呃,我们才想到那个,啊,哈啰,有事吗? 他们知道有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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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像那个,我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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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渡的国,他一定很爱,阿渡,叫我,你叫我,哇,那时候阿渡那个,整条街的人在放了,哇,很高兴,可是,不到几年,所以是阿渡,你问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所以是阿渡的,他一定是,当然你看,有见了,说,可是你看,圣诞这个, 谁跟洞下就几百年,谁跟洞下就几百年,为什么,因为历久不衰,也就是,能够很久成熟的, 来,so,接下来,我可以讲什么,东方博士从领尊而来,只是为了两个目的,什么目的,敬拜和献礼,他们非常渴望见到救世主,渴望真神,渴望真理, 他们带着黄金,莫妖母像,来到玻璃盒,寻找这位新生王,小英汉,然后我也跟你讲什么,报喜信传输因,越简单越好,跟你旁边说,越简单越好,不要讲神学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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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讲神学, 不懂的意思叫神学耶,不要讲神啊,不要讲神学耶,不要讲神,没有讲神了,没有讲神啊 不 guarantee,怎样豚 sais,对 UV sunAAAA,不能讲神学耶,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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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耶,不要讲耶,是什么孩子呢? so 今天一如往常的就是第四堂的聖誕的星期 欢乐 欢乐圣诞的星期 我要介绍一首歌给你 Let's do 我开心的旅行 我开心的旅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首歌是很沉静顺目的 是圣诞颂歌里面最受欢迎的一首歌 虽然历经了2001年 他仍然历久不衰 立立在世界流行歌曲的排行榜里面 还在别人流行歌曲的排行榜里面 他创作于1818年 是奥比利乡村牧师叫做墨尔作词 然后风情师库伯作曲 然后我们来看他怎么样的 这位墨尔年轻的牧师那一眼 想要为他的小教会 翻一个很有意义的圣诞夜的崇拜 可是没有想到当时教会 唯一的业气叫做风情 翻掉了 为什么会掉了 被老鼠咬了 没有声音 弹不起声音出来 那种受他就心里面的招提 因为过两天就是圣诞夜了 教到今天20号 22号 过两天就是圣诞夜了 所以他怎么办 他要怎样处理 他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看见窗外下着大雪 然后草地一片白满满 非常临近 他的心里面很着急 让他联想到主耶稣这样子的那一晚上 附近的人民啊 也应该是生活的困苦 然后充满着忧虑 但是主耶稣却安详 喊过在母亲的怀中 非常临近的存在母亲的怀中 他特别想起了 他特别想起了圣经记载的这个天使啊 马朝啊 牧羊人报喜庆的这些事情 他就拿起子来写下平安夜的歌词 平安夜 这个叫声音有点容易 深恨山夜 就开始起了 在平静的当中 主耶稣安然的 躺在母亲的怀中随着 莫尔就很快的将歌词交了 歌一早上就把这个歌词呢 交到他的朋友去读取 他朋友看到 哎呦 这个词啊 这么漂亮 Sundern night Holing night Boys car Boys car 哇 这么漂亮 他就马上哭着去了 所以就在 一百八年十二月十二号 莫尔正在招待弟兄前面来聚会 当晚因为没有业绩 莫尔就拿起吉他 他就把平安夜的歌弹了出来 那一天晚上 他们重复唱了摩尔挪 当后来移民这首歌的歌词遗失了 不见没有 没有人唱了 但是在六年过后 有人在修理风情的时候 那个祭司把那个风情附近找到 一份乐乐曲的首稿 正是平安夜的歌词 后来诗曲就流传 传到世界各地 今天我们同样也是享受 这个这首歌的临近对吧 今天耶稣基督的将生对吧 这首歌是在仓厨中完成的 风情坏了 没有办法用 他们就用吉他吉他来伴奏 歌曲首次演出的 是在奥地里的村庄 没有人知道的教会 后来他们走向了世界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讲 欢乐圣诞的第四个讲道的传题 大家讲 反哲哲传的 我刚才不说 欢乐圣诞的 欢乐圣诞的 欢乐圣诞了 欢乐圣诞的 然后 你知道吗,美国是一个独立的时候,它有一个独立的宣言 里面有一句是这样讲的 招务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摸佗的权利 你说什么,不可以抢,这是这样的管理 有什么人拥起党,生命拥,生命权,生命的权利 自由的权利,各有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这个独立学里面,人每一个人,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生命的权利 所以不能随便杀人,有自由的权利,我们不能做人 跟党人家也要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但是我告诉你,美国追求的生命有保障 有保障吗?每个人,我看到他们很看重人权的 他们一个人都活很多钱,就一个人的 自由也有保障,可是幸福就要靠进去了 换句话说呢,生命的自由也有保障 比追求幸福的权利更容易得着 因为幸福是一件难以捉摸的东西 可以跟你讲阿弥陀 你可以幸福吗? 我们去参加婚礼吧 我跟灵灵、Robin参加一个弟兄的婚礼吧 哇,他们看得开心 可是有个保障很容易幸福的 因为我们在婚礼里面有讲阿弥陀 过生、过死、过补充、过福利、过疾病、过健康 没有人担当你永远健康喔 没有人担当你永远不死的喔 没有人担当你永远没有意外喔 所以幸福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看到 你看到什么呢? 幸福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情 换句话说 你可以追求 但是许多人却找不到 事实上呢 现今的社会啊 是一个没喜乐 没有幸福 然后没有快乐 令人失望愤怒的世界 我跟我说一句 没有喜乐 没有幸福 没有快乐 让人家失望 让人家失望 让人家失望的世界 同意的人可以跟你讲阿弥吗? 阿弥陀佛 如果你不同意 打开电视看 你打开报纸看看 全部都是坏消息来的 没有什么消息 对不对? 全世界 好像有一本车 来的 下风消息 而已 阿弥陀佛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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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想到 你好想想我讲的话 对 我们来思草啦 阿弥陀佛 我们在唱圣诞歌啊 故事欢恨 旧主下降 起来 种族幸福 快乐又欢喜 你想这些歌词 这些歌当歌 所带来的主题是 什么时候欢乐 对吧 什么时候欢乐 救主降生的时候 喜乐也来了 跟你旁边讲 救主来了 喜乐也来了 救救主来了 喜乐也来了 我要表达什么呢 弟兄妹妹 我要跟你讲什么呢 弟兄妹妹 在这个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说 我想问你 很简单 阿弥陀佛 想问你 我们马来西亚 这个国家里面 是不是 好像圣诞歌 讲这样吗 哇 很喜乐 很欢乐 有没有 有没有说 这些 这些气氛啊 这些景象的 好像圣诞歌 所讲的一样 马来西亚有的这样 没有 整个马来西亚 他关了新政府之后 并没有普世欢痕 反过来 我们看到的是 悲哀 伤心 和 哭泣 对不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说我们看到 在这个欢乐的 节日里面 我们本应该 欢心的 但我们找不到 理由 快乐起来 我 最近我看到 网上一个调查 还看一下 这是不是 你现在心情的写照 他说 在这个 经典的圣诞节里面 有八十八仙的人 在庆祝圣诞节 感到亚里重同 是一样是一样 是一样是一样 又是一样 然后 这个报告 这个调查里面 他又说 五十六八仙的人 为了避免和家人吵架 他们忍气 哎呀 不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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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然后 和家人 避开的三个话题是 政治 私事 宗教 不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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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 别说 你还不表示说 妈妈问孩子 你嘴给他说 我会说 一台妈妈 我是为妈妈在我 管说 所以 我们不喜欢人家 进入我们的生命 我们很防备 我们用一个墙围起来 我们怕人家走进我们的生命 然后 这个调查 说 许多的夫妻 在圣诞节里面 为了七件事情 七件事情 来吵 那七件事情 当然 有演讲出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打起来以后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我的 阳心之家 一些人来的 一路人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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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嘿 困难节 前五项争吵 我不要给你七个 我讲五个就好了 圣诞节要去哪里 哈 圣诞节 钱要怎样花 花谁的钱 然后 家 家庭怎么样 所以打烧 所以煮 那为什么 这就是圣诞节 这就是圣诞节 常常找问题 不是我讲的 调查讲的 然后 还有 八十八千的人 承认在圣诞节 期间 暴饮暴食 这就是圣诞节 一层商店 都生 到圣诞节 的时候 就等会去哪里 地围厂啊 就会的啊 你来说的 是不是啊 啊 啊 都卖车啊 四十二巴仙的人 在圣诞节 我说 父子 父子 在床 你头被牵 太多了 我说差不多 你的头被爆炸了 哎 你这样子啊 就是这样 在这个圣诞节 期间 我们本应该 关习惯了 但我们一点 在这个圣诞节 期间 我们一点心 高兴也没有 但我想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只有坏消息 圣经里 却有好消息 给你讲阿们啊 来 我们来看圣经讲 神经讲讲 来一起慢慢读好不好 主啊 突然说 一二 三 三 熊 encara 我们可能 别说 他们讲 大 ุ 听这些语言来的语言来的语言 语言生一个语言 不是语言读的语言 那我用2019年的 比较懂得听得懂的话来跟你说 来解释这段的经文 他说天使说 这个世界没有喜乐 但主有喜乐 他把喜乐带来这个世界 他的名字叫主耶稣 你不可以 你不可能得到喜乐 如果你没有得到耶稣 这两者是分不开的 所以你要在耶稣里面 寻找幸福 不管你的世界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一定会幸福 因为幸福不属于世界的 幸福是耶稣亲身给的 听听你讲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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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 跟着 是因为 如果要幸福 如果要负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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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负荣的事情 如果要负荣 如果要负荣 就会负荣 如果没有负荣 都负荣 不负荣 不负荣 乎负荣 是耶稣 清新荣 那我说了题 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消息呢 就是 就算你面对许多问题 耶稣也会找到你 因为他突然成为你而来 阿们 这个消息就是 无论在怎么样的状况 耶稣也能够接到你 这个消息就是 所有天国的消息 都透过耶稣传开的 你不必再去打听天国的消息 天国的消息在哪里 不用的 因为耶稣来 就把天国的消息 也带来了 可以听你讲 阿们 阿们 就在两千年前 我相信你们在座的 都过了无数次的 圣诞节了嘛 所以是第一次过圣诞节了 没有啦 这里有一岁的 无数次就没有 所以我 无数次都已经回家 接到圣诞节了 对不对 但是 但是我不要你今天 我不要你今天 就这么轻易过你的圣诞节 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 别这么这样 别这么过你的今年的圣诞 因为上帝要再次 点燃我们心中的喜乐 就好像牧羊人一样 夜间看守羊群的时候 主的喜乐在那一个晚上充满他们 叫他们生命不像一样的 可以听你讲阿们 可是 你要想我这些牧羊人喔 在死之前 还没见到天使之前 还没看到耶稣之前 他们过的都是寻常的日子来的 做的是寻常的事情来的 他们依旧面对这一群奇错无比 又很潮的牙脸 最近我的女儿买了一对小兔子 我有深深的感受 哇她的糯 她的糞 她的糞 比我乌龟的糞还要伤 还要臭 那女儿要养肚 老豆去把死把尿 拖脸打掉 啊 她很石头心 对救世主完全没有 这样子没有 没有兴趣 无动一种 但这般的牧羊人啊 那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她们听见天使的过 马上就信了 就因为她们的心柔软 让她的心不硬 让她的心真的会穿默 因为你的心柔软 所以你的心比较容易充满死的 跟你旁边说心要软 心要软 就容易死的 还不明白吗 再不明白我帮助你 你总是心太软 心太软 你要心软掉之后 你才能够紧收得起来 如果你心硬啊 我告诉你死了不起来的 会给你 不要 不要 我给你 我给你 我说比较差 不想轻松 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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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要 轻松 愿意喜乐 因为你要柔软的心 所以我有三点告诉你 哇时间很快 来 第一 大家牧人接受喜乐的话 牧人接受喜乐的话 牧人接受喜乐的话 接受欢喜乐的话 接受欢喜乐的话 弟兄姐妹 这个圣诞节 我要鼓励你 真心的去接纳神 对你所说的话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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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圣经说 中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 那些牧人彼此说 我们往后一会去 看看主说 主指示我们的 已经成就的事 尽情才去困扬扬扬扬 那些牧人彼此说 我们往后一会去 看看主指示我们的 已经成就的事 没有 你怎么没有看到 这些牧养人 没有 没有怀疑 他能相信天生的话 因为没有发现人生里面 往往 是单单相信神的话 就很容易快乐起来 相信神的话 永远快乐起来 相信神的话 相信神的话 意思是说的 主路来说 好我相信 阿明 主路说的 我相信了 我会贪到一体 我能够得到一致 我相信 给十分之一 因为上帝能够公认我 我相信 二点能够 遮盖我所有的罪 我相信 如 我 我怎么会穿我去 我怎么会穿我 会发现 因为我愿意接纳 我愿意相信 这是上帝我 我 我知道有时候 来奮上 来找出上帝我 你要看 简单 那你要不能够 之後 二点不够 我就会同意 很挣扎分心的 唷 我也发现到 来家会 能够得到帮助的人 都是那些愿意相信我说的话 可以听见阿们吗 第二点听好了 我再认真的告诉你 如果你认为上帝带领你来到灯塔 这些中心 为什么你还对我有所保留呢 这样子对你对我都不好 你知道吗 如果你的心里面 抬去我对你发出的话语 这些话都在地上死了 当我深深相信在这个圣诞节 上帝有话对你说 而且是好消息不是坏消息 可以听见阿们吗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拒绝我的封闭神的话 在你生命当中 让我们学习牧羊的听了就心的态度 刻意打开心房 去接受神的话语 我们就能够被主的福乐 就是充满了天空间 阿们 你的阿们也小声了 阿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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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跟罗兰公网 我跟罗兰公网 他跟罗兰公网 我跟罗兰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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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我跟罗兰公网 我跟罗兰公网 好比方说 我的女儿 也大 也爱 那我情绪 阿 那我命 爱 爱 爱 下手 爱 情侯 爱 我跟罗兰公网 特别他生气的时候 做父亲的 通常要逗他 让他情绪稳定 就跟他讲 哎呀你乖啦 又乖要床去MEDO 我乖 我乖去MEDO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的病 他的病 他最喜欢去MEDO 可是他生气起来 他最喜欢的地方他都不要去 因为他没死人 他是一个不起他 因为他生气 所以 我要给他最好的 他喜欢的MEDO 可是他不要 不是他 不是他不要 因为他不能接受 神要在你身上 咚咚入关 我乖 M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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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说我听你没尊 我有帮助你 你明白吗 发脾气的时候 你是听不兴趣神的话 我不要劝你MEDO 但其实你是很想去MEDO 你乖神 来第二 大家讲 慕人兴奋分享佳义 慕人兴奋分享佳义 台北平等对我说 慕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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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 心了 但他们没有 藏在心里面 自己享受而已 他们很兴奋的 把这个消息传扬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的 给你讲那边的 阿弥陀想不想 他那听说明 如果这些慕要人 2000年前 他听到了天使的话语 他们会看到耶稣 耶稣这样子 真的有这样子 他问他们 各自回家 就要 知道了 就爽了 回家了 就这样了 阿弥陀佛你以后我今天都不能来到教会里面 但是就是因为牧羊人 他愿意兴奋的 分享好消息 心分享佳义 把佳义分上去 乃至今天你和我能够坐在教会里面 来听到这个声音 这样子 所以听到没有 我们要像牧羊人这样 愿意分享 而且不是愿意分享 是充满这个兴奋的来分享 这些牧羊人很兴奋的将消息传开 他们赶到耶稣降生的出世的地方 他们贪忘了耶稣 这是非常奇妙的相遇 这个相遇让他们更加有信心的 把主 救主的降生的消息传开 他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 他们一辈子传扬 这也是牧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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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牧羊人看到天使 然后跑去看耶稣 他们已经牧羊了 他们还是牧羊人 死 但是他们多一个带着 传喜性的牧羊人 要不然就普通的牧羊人而已 但是他们今天我们每一个 每一次是那些都在看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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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他们愿意把兴奋的把消息传开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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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见过以后就把天使对他们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 明见的人都吸取牧人所说的事 弟兄姐妹 我喜欢牧羊人传扬的方式 就是他们将所探见所听见的事情告诉给所有听 所有人听 牧羊人才不管这些人信不信 反正牧羊人深信不疑 这些人信或不信都会影响牧羊人的兴奋感 可以听你讲阿们啊 阿们 那为什么 为什么今天 为什么你不堪传出音 为什么你不堪跟人家讲耶稣 因为你在意别人的反应 你在意他们信不信 你在那里做判官 谁谁谁相信 谁谁谁不相信 让我再一次的不愿意 我们要像牧羊人那样 兴奋的把消息传开 我们的责任是传 信不信不是我们的责任 来跟我讲 我们的责任是传 信不信不是我们的责任 信不信不是我们的责任 阿们 所以用你的兴奋去告诉别人 主耶稣在你生命当中 做过的事情吧 阿们 拍照给你 因为你的兴奋一定会感染别人 成立的人一定会想到这般的普通通的牧羊人 他们哪里来的这些启示 他们怎么会懂这些深奥的事情 如果不是真正看到救世主的话 请你们告诉我 他们对牧羊人说 请你告诉我 更多有关耶稣的事情 我们也想经历这位奇妙的耶稣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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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传福音不重要 不是很难 难在我们的面子 我们以为我们是大不道家 一讲叫人家伤心的 我家里讲 又 如果每个人伤心 我们找出做满人 我们找出班车 信不信是能的事 传不传是我们的事 神要我们去死马安民做财政的徒 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 去是我们的 传是我们的 可以听见那对吧 可以 所以我们要 愿意 我们要愿意 所以 圣经说 圣经说 如果 我从 一下被举起来 只要 十五万人归我 我 我 拿着一口 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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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圣经 我 我 要 你身上有那一份喜乐 的好消息 是你的周遭都没有的 主耶稣要我们每一个跟从他的人 把这个好消息 传开 当你把这个好消息传开的时候 你就是在高举主耶稣 你在做高举主耶稣的事情 主就会透过你 吸引万人归向主 好让我们成为一个 暴喜性的牧羊人 可以听你讲 阿们吗 阿们 你怎么神在等 等你耶 哦 他说 喂 他说他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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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 鸟是鸟 我是不鸟 鸟是鸟 我是牧羊 我是牧羊 我不是什么不信者圣的 哈喽 所以 你们 主耶稣要我们每一个人 把这个好 要么你身上有这个好消息 等你去开发 等你去讲耶 所以 请你不要先考虑 你自己的背景 你的血力 乖乖的刀 我的刀 我美不美 你漂亮不漂亮 才是传父音 拜托啦 这样死的人多咯 主就是要使用你吸引人 成为吸引人的器皿 我不会告诉你 如果阿伯 你没有这个传父音 你会问你 你会不会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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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更佳 云 Some many Mari 人都会不会再管 他就行 背图 буде 更快 尽量 我怎么再看 你会不会再管 然后他受建访 因为上帝不会建议你的过去 祂会使用你的过去成为祂的容量 阿们 阿们也会建议你的血液被停 因为祂是一个失雾便有的上帝 上帝能够叫卑贱的气瘤成为 为这个气瘤只要你愿意成为传喜信的不一样人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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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最重点的是最关键是 你愿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 真实 如果你愿意 特别是 我要躲在想 特别是在那里 特别是 今天23号的青年 台25号的联合成败 只要你愿意多带 一个人来坐 来到教会里面 这里没有地方坐 教会 就是很简单 每个人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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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结果 就是很简单 你今天看 如果你们23号 一人台人 25号运带 这就被离开了 就是因为你没有 现在的基督 不是我原来的基督 现在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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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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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说我来国 我来北京 其实你那个国家 你怎么心态啊 神要你去成为 传喜性的国家人 神要你成为 把兴奋的去把好消息传出去 不是说 只是你自己来而已 阿们啊 第四点 因为你身上有喜乐的消息 上帝正在等待你 愿意将他传来 庆祝今年圣诞节最好的方式 就是让人来到教会 让人来到神的面前 没有任何东西 比这些宝贵的灵魂更值钱的 可以听你讲阿妹了 只要你把你的电话拿起来 将这个消息 发出去 明天我们有 圣诞节 清点 你要来吗 二十五号我们有崇拜 聚会 你来过教会吗 你要来吗 这样第一个把灯拿下去十五秒而已 你竟然就救一个人了 你竟然就排在一个人的身边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 归了 做十五秒 这个曲头 别来别来 别来 一模一模一模 都会听很多 你的朋友 你的亲戚 来找街口迎来 你没有做一样 你知道 他觉得二十三号 二十号 没有空 等人家来夜他 你会知道 哈啰 这位弟兄姐妹 我鼓励你 拿起了电话 send一个sms send一个wechat send一个whatsapp send一个messenger出去 明天来我们的 来外表 support 很简单 如果你是你的朋友 他一定给你面子的 如果你 如果他比如说 他是你的body好朋友 他都会给你面子的 这个朋友 不用讲你爸了 对了 很简单的 不是很复杂的 意思 他不小心 他说什么 你坦克 他传到一传的 我坦克 我看见他 我看见他 我都会给你面子的 我都这样做了 不是跟好朋友 来啊 快来啊 我问什么 他不一定知道我自己是什么 来啊 我都要请你 我问你怎么做 我们 我们 在这圣诞前 弟兄姐妹 牧师不愿意 成为牧羊人 好吗 成为那个报喜性的牧羊人 成为那个 充满兴奋的 传喜性的牧羊人 第三 大家说 牧人回家充满赞美 牧人回家充满赞美 你今天早上把我前面两点都忘掉了 但是我希望你记住这一点 很重要跟他们的人说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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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他们也不跟他讲 很重要 很重要 对不起啊 不是因为后面也有听我讲答案 是因为我后面有声谈 我说 我叫我后面的人 讲很重要 因为我再喊下去 你没有用对声音了 二 我们来看圣经条报 牧羊人因为听见和探见 正像天使对他们所说的一样 军回去把荣耀赞美为神 再一次 把荣耀赞美为神 再一次 把荣耀赞美为神 Amen 让我告诉你啊 弟兄妹妹 牧羊人 遇见耶稣之后 他们的生命充满着赞美 并且高高兴兴地回家去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不要带着忧愁 再一个烦恼进来教会 然后用忧愁烦恼地回家 你从一月一号到十二月二十二号了 你把烦恼带进来 你把忧愁带进来 然后用忧愁愁地回家 烦烦恼到回家 够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牧羊人 因为牧羊人回家 充满赞美 我要表达什么 弟兄妹妹 家会啊 不是你的避风港 等于你 家会是你的加油站 Amen Amen 我只想知道你被加油了 被重变了 不然 你要从你口中 就知道你充满赞美 你充满Hallelujah 你不要淘汰 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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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吗 我不想知道你有生命太远 你今天已经得罩了,我已经被充满了,你已经被执失了,被驾驭了,然后被重灭了。 我知道,你会被你的嘴巴一张力。 你必没有办法。 阿妹,第一点,我们看到牧羊人回到自己的治产。 对阿,牧羊人呐,他还是面对那些臭又炒的羊阿。 他们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治产,还要回到自己的家庭阿。 他们还是要面对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家里的关系阿。 我想说的是,家会不只是你的避风阿,家会更应该是你的驾驭站。 然后,弟兄姐妹,你怎样知道你自己被重点加以乐。 圣经说,牧羊人回去的时候,他荣耀赞美归一生。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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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常常,挺好啊,很重要啊。 常常赞美神,凡事谢恩的基督,是强壮有力的基督。 阿里路亚。 我在讲一次,常常赞美神,凡事谢恩的基督,是强壮有力的基督。 阿里路亚。 这个圣诞节,让我们养成常常感谢神的习惯。 什么意思,常常感谢神? 感谢神只要一个理由就多了。 因为神与我们存在,直到世界的过了。 因此,我要,我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我的生命充满着一个又一个的神迹。 尽管生命面对困难,神与我同在,我还有什么害怕的呢?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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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还被罪罗 保罗在前面 站在前面 我没有错过了 但是我常常被罗罗 我常常关在罗罗房间里面 我外交不经常说 如果没有选择 我也不要再居住 不要讲坚异 可是我还跟你讲 我保罗是两千年前的坚异 没有比现在好得多很假 保罗为了什么 他不让罗罗再来 他可以罗罗 不是 他会有一个传福音 跟人家讲耶稣他坐监狱里面 圣经讲他 他被坐进监狱里面 圣经说他半夜 站立神 保罗在监狱里面站立神 这是何等无物的国念 所以我想告诉你 所以我想告诉你 赞美神是一个阿富人 赞美神是能力释放的关键 圣经告诉我们说 保罗和希拉 赞美神到一个程度 一个地步 他们的锁链正开了 他们的经历门打开了 还会啊 拜托给耶稣 你搞什么理由不赞美神呢 如果你不懂得赞美神 你不会赞美神 你不要赞美神 那是你笨啊 因为你每一次赞美神 人力就释放了 因为你每一次赞美神 生计就发生了 每一次你赞美人 事情就发生 哈利路亚 不赞美神才笨啊 跟你旁边讲 不赞美神才笨啊 真的啊 赞美神是 改变事情 改变事情的 一个关键 赞美神是 奥秘的 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 赞美神 遇到什么事情 你要赞美神 你赞美神的事情 赞美神的时候 有事情 发生了 这种人解决一致都知道 你的赞美 能够带给你突破 跟他们讲突破 突破 好边我 突破 好边我来 突破 突破 对了 你知道吗 你会赞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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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 胜利 对了 所以我们要浸泡在赞美神之中 我们如何做到呢 不是閉着ine去赞美神 这样子是没有用的 有的 明明 明 明明 不能 没有用了 我们要告诉自己 和默 我们本来最后的身份 我们是被神接纳的 告诉我们 告诉自己 我们是被神饶恕的 阿们 神是爱我们的 阿们 祂仍然掌控一切的 阿们 我们要把一切的重担 放到子日家面前 然后感谢神 即将发生的一切 明天再回到office 回到你的办公室 回到你的世界之道里去 我告诉你 不厉害 你问你 他知道牧师哭不哭了 我敢告诉你 我敢站在里面前说 如果有群工匠 牧师啦 我牧师的群工匠 我生了第一 不敢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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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整个人都在做佛 但是我告诉你 占领神 占领神是要 改变 会改变你的 就是人情 来 告诉你 这几点 这几点 如果你来不及啊 来不及消化 你把 用电话把它 摔下来 知道什么东西 剥夺你 占领神呢 什么事情 剥夺你 占领神 就是神 神要我 告诉你的啊 诶 你看他圣腰 我告诉你的 什么东西 躲掉你对神的战利 第一 当你觉得 战利神是一件 幼稚的事情 这样我们都是 有逻辑的嘛 哎呀 大事 不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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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战利神 会代变 战利神 战利神 对嘛 有时候我们的摩基跟你讲 这个事情不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 魔鬼 剥夺 用这样的方式 来剥夺 你对神的战利 你觉得这是一件 很幼稚的事情 哎呀 啊 一小伙伴 在战利神 在战利神 战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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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第二 当你被宗教的思想 俘虏的时候 我有来教会啊 我有给奉献啊 我有祷告啊 我有赌金啊 我该做的都做了啊 不是 人家不是宗教女士 赞美神是你跟神的关系 阿弥陀佛 不是因为啊 不是因为上帝给你一百万才感谢他 感谢他不是因为他给你一百万 就算上帝不给你一百万 他也配得你的赞美给你 对 别搞错了 很多人搞错了 神给你一百万 所以我想感谢他嘛 神没给你一百万 他也配得你赞美 阿弥陀佛 有没有搞错哦 给你一百万才赞美神 神才不可以 我这样买的啊 所以很多人的思想是错误的 神对我好我才赞美他 不是神没有对你好 不可能是对你不好啊 但是 就算神没有做任何东西 他也配得你的赞美 一二一三 当 你专注在你的问题 而没有阳光才 你一直看你的问题有多大 你看你的问题有多大 大到连神都看不到了 第四 当你只是看到自己 却没有定睛 把 定睛在谁 耶稣的身上 Fick your eye upon Jesus 英文说 Fick your eye 什么叫Fick 就是 牙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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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 最后你的爹有一个小偷进来 你的定睛在他身上 但是我不说耶稣是小偷 但是你用这样的心情 摊着他 用这样的态度摊着予树 拎着予树 最后一点 你帮着你 fleec Bloome 这个是神要在今天跟你讲的心情 这个圣诞节 然后回到耶稣那里 把该有的赞美还给他 大家还给他 你欠他太多的赞美了 对不对 你欠耶稣太多的赞美 这个圣诞节 把该有的还给他 你知不知道赞美神和突破有关吗 特别是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赞美神就成为了一个选择 你要不要赞美神 这是一个选择 我赞美你耶稣是因为你很好 我赞美你耶稣 你占过我生命的一切 我赞美你耶稣 我有个贪光美好的将来 来吧 将你的赞美归还给他 来我们开神来赞美他 赞美他用的方式来赞美他 赞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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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方式来赞美他 有生也好 没有生也好 你心里面祷告也好 还是开心也好 你赞美他 赞美他 因为他可以得 你赞美他 可以得 他可以得 那一开始赞美之后 很多事情在祖灵里面 在灵界里面 在开始改变了 那个祖灵要奔排了 魔鬼攻击要停止了 赞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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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相信上帝是美上的 他一定赐给你美好的事 而且他要赐福于你 你赐福 是赐福于你 不是你隔壁 每次牧师在讲他说 上帝要赐福于你 你心里美上 不是我啦 是我隔壁 不 今天听好 我说上帝要赐福于你 赐福于你 我说上帝要赐福于你 赐福于你 就说你怀疑我所讲的一切 我想告诉你上帝要赐福于你 因为上帝为你 美好的事情 只要你跳进来 跳进到你 跳进赞美神里面 跳进赞美他里面 跳进这个praise the praises of the people praises of him Amen 这个圣诞节 我非常的兴奋 因为美好的事情正在发生 以致你可以 为什么美好的事情发生 因为这个美好的事情发生之后 它会让你和神的关系 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清零 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来 来进来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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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